东运会消息 我国今天在游泳田径和射箭项目赢得了四面金牌 奖牌榜上共得了二十面金牌 李显龙总理在Facebook上赞扬我国的运动员表现杰出 东运会游泳项目进入最后一天 在女子五十米自由泳 我国泳将林湘起表现出色 以二十五秒六九的成绩摘下了金牌 打破大会记录 蝶王约瑟琳和队友柯正文 也在男子两百米蝶泳项目当中包办前两名 这是约瑟琳本届赛会的第五金 是赢得最多金牌的新加坡健儿 女子两百米蝶泳却爆出了冷门 泰国异军突起摘下了金牌 我国柯廷文名列第二 寻求未免的桃李只游出第三 在哪里